游戏怪谈之可怕的打字游戏 我是专家 你小时候上电脑课 有没有玩过金山打字通里那些小游戏 或是小霸王学习机上的打字练习游戏 而在90年代的美国 有一款练习打字的电脑游戏 Mr. Mix 给许多人带来了可怕的回忆 游戏的主角是一个厨师 玩家需要输入正确的单词 才能让厨师把对应的食材放入碗里 而这款游戏 也因为其超高的难度而臭名昭著 游戏的每一关以一分钟为实现输入单词 而游戏的第三关就多达85个单词 第五关更是高达500个单词 几乎没有人能够通关 后来据说有黑客破解了游戏代码 绕过了第五关 游戏则变得更加的奇怪 时不时的会突然崩溃 把一堆文件写到用户的C盘目录 如果用户试图删除这些文件 计算机会出现蓝屏和对硬盘的永久损伤 许多黑客不得不退出了对这款游戏的探秘 另一个奇怪之处就是游戏的音乐 确切的说是噪音 游戏的第一关会发出各种不安的咆哮声 越来越响 而第二关无声 直到第四关第五关是发出刺耳的铃声 据说在当时造成了不少玩家出现了不适的症状 还有人会在夜晚做噩梦 类似于宝可梦的子愿症音乐后遗症 随后还有玩家出现了 不能完整说出一个通顺句子的症状 更有甚者神秘失踪 游戏发行的两年后 有一个绑架犯被捕 他一直声称自己就是Mist Mix 而近年来 这个臭名昭著的厨子被做成了游戏boss 勾起了不少国外玩家的童年回忆 字幕志愿者 拍宝 感谢观看